很多朋友啊在做这个扇贝肉的时候总是会纠结一个问题 这个扇贝肉呢它的内造有没有去 今天呢我给大家细细的讲一下啊 先来认识一下扇贝肉的部位啊 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胃囊啊 里面呢是黑色 然后呢这个裙边呢把它掀开啊 掀开这里面这个颜色呢是它的就是肺液啊过滤用 然后这个黄色呢是它的黄 宫的呢它就是白色的然后抹的就是黄色啊 这个地方呢这个条黑的线呢是它的虾线啊 这个呢要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扇贝肉的时候呢 啊你如果说做蒜蓉粉丝的话你就要清理一下 然后我教大家清理一下啊 拿个剪刀把它的这个胃囊给它剪掉啊 剪掉呢这边还剩一点呢 你就洗的时候冲一下就行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裙边打开 把这个黑色的这个给它摘掉啊 对面呢还有一个也要把它摘掉 这样就行 然后呢这一个线线把它摘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啊 你要爆炒的话不去也可以 你如果说做蒜蓉之类的就要把它清理掉 或者煲汤都要清理啊 然后呢 感谢观看